这个地方是四川省广安市的萧西古镇 萧西古镇地处大巴山腹地 古镇非常的原生态 没有经过开发 它就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山中小葱庄 整个古镇沿山市而建 和我上次去的陕西省 蒸八县想洞葱 古镇差不多 整座古镇鉴于明末清初 现在到古镇的街道去看一下 萧西古镇是四川十大古镇之一 它又被称作唐宋古镇 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了 它位于广安城区大概74公里处 与达州市的渠县交接 总入口4.5万 萧西古代称为龙凤州 它是明末清初的时候 湖广前四川时有萧姓的移民 迁徙到了这个地方 故称萧家溪 整座古镇占地面积达十万平方米 它是沿着山市而建 一山傍水 古镇的街道全部是用青石板铺成的 长度大概450米 从我站的地方一直往下 可以到渠江 那边有一个水用码头 这个古镇保存的特别完好 我刚才简单看了一下 它有老街新街还有半边街组成 街道的后面有一条 巴鱼古道 大巴山通往重庆的一条 街道有的地方窄 有的地方宽 这个地方就比较窄了 因为不是主街道 这样住了几户人家 都是这种青石板 再往下 就到商业街了 那边街道比较宽阔 古镇比较原生态 没有经过开发 都是一些老建筑 特别安静 一直往下 都是这种青石铺的路 特别的古老 好多房子已经塌掉了 现在这个山里面还是住着人的 郊西郑街道就在山上面 这是过去的老街道 这些都已经塌掉了房子 过去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水路码头 还有古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 我现在是一路往下走 待会儿要跨过降水沟大桥 再往上走 保存的怎么样 是不是很漂亮 都是老建筑 这都是石板 台积 这个院子都保存的特别好 四合院 和我上次去的那个想洞葱特别像 都是这种山路 边上都是用这种巨大的青石桥 给堆砌起来的 在这个上面盖房屋 到人家家里来看一下 这是过去的四合院 都是古墓结构的房子 师傅 这个房子现在还有人住吗 没人住了 我看 没住了 这房子有多少年 上百年了 是吧 我感觉 对 对 对 他说 这个师傅说 原来这里是个戏楼 对 这是新建的 是吧 这个后来 全是砖 转着走 原来就是个阁楼 就要转着走 对 谢谢 下边是青石桥 房子全部建在这 用那个木梁 还有木板 对 这样看 看着比较清晰 对 它整个等于说没有 都是用这个木头盖成的 是吧 全是木头 没有土 感觉也 全是木板 对 对 对 上面也是主席 好像封过的 对 对 对 好 谢谢您 谢谢 好 感谢 感谢 都是一样的 感觉 这个地方保存的特别好 这是我去过保存最好的一个古镇了 没开发的古镇 路两边全是这种大青石条 还有石板路 我去这也是一项大工程 建这个村落 原来这边都是一些住户 这是上去的路 很多房子都已经不在了 排水就在我脚下东间的位置 这些水全部排到下面的那个河里面去了 对 这个房子有多少年了 您这家 一千多年了 比那边还老 里面能看 让我看一下 谢谢 一进来就是客厅 还有个二楼的隔断 可以上到二楼去 隔楼 不要看外面 里面啥都有冰箱 这全部是木头 建的 砖木结构是吧 对 这个是砖木结构 他说他家的房子已经有 一千多年历史了 是这边最老的一个地方 上面挂的全是腊肉和腊肠 武正特别的精细 过去 看 看这个没有 这个都是排水 家门口可能用的废水直接倒在这里面 直接就流走了 这都是细节 好多人来只在前面那个古镇街道上逛 很少来这边 我刚才是从前面一直走过来的 到这边 这边保存的是最好的 比那边的街道还要老 现在到古镇的街道去逛一下 那边路比较宽 现在正在改造 房子比这边要阔气的多 叫老街 那边叫新街 但是那个新街也是非常古老的街道 最早人肯定是住在这个地方的 人们在那边 刚才我问了一下 我刚才这个地方叫半边街 在我身后 前面是老街 过了这个古桥 这个桥也是用青石砌成的 这个地方台阶上去还有一个民国的老街 都是保存比较好的 这种台阶绝对是保留最好的石头的 他们都在胸制腊肉 能看一下吗 这胸制多长时间 两三个钟头 烤干是否 风干是吧 这是用大水桶 做的一个简单的烤炉 烤两三个小时 把水风烤干之后 再去自然的风干 这么一见过 这自己吃还是拿出去卖 这个好像是甘子还是啥 看着像 好谢谢您 拜拜 这个地方是民国时期的街道 每个时期都有保留下来 这比我去过四川所有的古镇都好 没有商业 看这些老房子 这都是用青砖砌成的 吃过了 这个房子是哪一年的 我们是把进去修的 那些就是监工前修的 这个房子是八十年代修的 师傅给我说 他们对面那个是解放前修住的 看这里面有好多这种老房子都已经塌掉了 这种路子 过去这边都是交通要导 可以去广安 可以去重庆 走水路 走汉路都行 这个桥下面是降水沟河 都是古桥 边上还有一些雕刻 已经风化掉了 都是雕刻 桥的宽度大概四五米 长度二十米 连接着老街 还有半边街和民国街 上面那个街道就是比较大气的那种了 就像过去那种 可能是主街道吧 看一下 这边是半边街 这边是民国街 风的岔路 上去 街道正在修路 早上来的时候雾特别大 现在雾依然很大 昨天应该是下雨了 晚上 很潮湿 看这几面 好多人已经不在这边住了 房子已经废弃掉了 再往前拐一个弯 那边街道 非常的大气 基本上都是二层 和陕西的阳县 还有西乡那边的老街道差不多 都属于青巴山区 看着 这些房子的屋檐 全部生出来了 两三米 这个下面就可以坐人休息 就比较大气了 这边的街道 街道宽度三米 上面各自出来的屋檐 特别好看 房子基本上都是住人的 像那种像郎中古城 还有昭化古城那种 虫商业的 这都是当地人住的家 可能害怕发大水 所以这个地面要比下边高多了 整座街道都在维护 里面是菜市场 想来这边可以从广安的汽车总站 就是汽车北站 坐大巴车过来 六七十公里路 最近这个前期都在熊腊肉 嗯 啥都有 这个 好回火 这个又熊腻多久 几个小时 这个必须我里面加松叶是吧 我的老家是哪里的 陕西 陕西那儿 陕西 提香的嘛 那就是白树叶 对 可以增香 如果你自驾可以 从这个码头过来 人座古镇就在渠江的岸边 这都是一些干菜 渠江码头 渠江是嘉陵江的一条支流 沿着渠江可以到广安市区 还可以去嘉陵江 到重庆区 过去水路比较发达这边航用 师傅这个从现在还能坐不 可以到哪里去 这个 可以到哪里 去玩是吧 坐次多钱 八十 好了各位 今天到了广安市的 萧西古镇 逛了一下这边的半边街 民国街 还有老街 宝葱都挺好的 看了一下当地人 胸质腊肉 我是第一次见 近距离看 这没见过 船现在属于那种游船 沿着渠江 可以到别的地方逛 宝葱挺好的 大巴山当中的一个 原始 葱落不能说 咱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各位 咱们下个视频